Hello大家好,G Channel 近日天安曾出不窮花樣百出 市警近日發出警情通告 呼籲市民慎防殺豬盆式投資騙局 切勿興信網上社交平台 所謂名人推介投資廣告 應該說Facebook上這些 近日Facebook很流行買這些名人投資廣告 之前經常有馮瑩瑩說她轉了一行搞投資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市警表示近日接獲多名市民 舉報誤墮投資騙局損失幾十萬至幾百萬 騙途在網上社交平台發布多則 有名人教授投資策略和分享心得的廣告貼文 並附連結被人家加入群組 有人聲稱可透過人脈獲取內幕消息賺取利潤 市民初期獲利亦成功提演 但加大投資額後 結果大家都知道 被對方以違規操作 導致帳號凍結為由 拒絕提演 市警呼籲市民 不要隨便加入來歷不明的通訊軟件群組 例如TG Group、WhatsApp局 強調內部成員身分不長 極有可能全部由騙途假扮 不要盲目跟隨任何聲稱高獲利 穩賺不賠的投資建議 以免因小失大、招致損失 這個財經主播可能未必知道 自己被冒認身分 在Facebook開了個page 然後走出來登廣告騙人 Facebook很離譜 這些廣告都照接 不知道為什麼 要舉報很多次 馮瑩瑩那些我一看到就舉報 舉報了她 現在就少了她的廣告 現在變成經常見到這位TVB女主播 還有無緣無故被拘捕 入WhatsApp群或者TG群 那些九成九都是騙徒 三不識七、拘捕什麼群 我例牌馬上退出 電話不知道為什麼被她知道 可能買外賣或者在內地吃東西住酒店 電話被人知道 賣給這些詐騙集團不出奇 另外近來興 這個電話短訊的白狀 不知道為什麼她有你的號碼 發短訊給你 說很久沒見了 近來怎麼樣 我現在過來澳門 有空喝口茶 吃個包好不好 這些真的不用回覆她 就算回覆她 也好像網友那樣玩一下她 這些擺明是詐騙 騙徒來的 不用理她 所以說騙徒的手法層出不窮 不過我們平時真的要注意 不要貪心 不然就很容易被人騙了 好這一集先看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視頻 未截圖以為馬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集見